最近骑士输球,勇士输球,火箭输球,意味着石妖,若对要崛起了,然而这对于正在重建的胡人来说,那简直是一个恶好,恶好啊,为石妖呢,让我们来看看胡人接下来要面对的对手,他们先要面对击败勇士的火塞,再面对击败了醍醐,醍醐赢了骑士的开作者,然后继续面对击败了骑士的蓝王,最后面对双杀了火箭的灰王, 目前胡人已经两连败了,看看最近这些球队的状态,胡人是要六连败的节奏啊,本以为面对这些球队胡人可以搏一搏,单车变摩托,然而一周过去之后,发现这些球队都不简单啊,先来看看活塞,人家现在已经高居东部榜首,在今天的比赛中干掉勇士,关键时刻,雷吉,杰克逊飞升单打汤婆, 胡森投进制胜一球,他一人发疯般的拿下22分,这让轰砍了84分的海啸兄弟很为难啊,看看开作者,拥有莉拉德和CJ的豪华后场双枪,击败提胡虎然是在意料之中,但是此前,人家提胡可以击败了詹姆斯等一票球星领先的骑士, 开赛以来,开作者的表现可圈可点,莉拉德也成为了球队对史上最快得到职业生涯9000分的球员,球哥,看看这数据,战斗了吗? 再看看没了林书豪的篮网,你以为人家缺少主力后卫就很弱,错,大错特错,他 梅竟然击败了拥有詹姆斯、岳福、JR、湘波特、TT的骑士,即使罗斯和维德没有上场,但这也很厉害了呢 在这场比赛中,发光发亮的是斯宾瑟、丁文迪、克拉比,知道人家莫兹哥夫在这场比赛中得了多少分吗? 0分,那也就是说明其他球员实在太给力,全队6人上桩,虽没有聚心压阵,但是低调奢华有内涵 其他的球队如果说湖人尚存一丝赢球希望的话,那要面对拥有康利和小加索尔的灰熊 要想赢下这场比赛,难度不小,目前人家已经超越快船,荣英西部榜首 队内小加索尔已经在新赛季开始后大杀四方,康利作为天生投手肯定的杀红 演更重要的是,高富帅在经历了种种遭人嫌弃,种种被人怀疑之后,新赛季终于展现自己8000万的身价 而湖人却仍然在泥潭中挣扎,球哥生日夜最后时刻在替补其上 虽然篮板和助攻数据不错,但是得分偏低成为球哥硬伤 他究竟能不能带领紫金王朝走向父亲战 且不论如何止于连带才是湖人需要考虑的事情啊 Emmily